我是中国平滑艇运动员徐志晓 然后呢 这次的话也是获得了女子双人滑艇500米项目的金牌 最后的50米 中国队仍然领先 距离终点越来越近了 最后两脚 我们赢了 漂亮 我觉得加拿大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层次吧 因为来到这边的话 包括这边那个比赛氛围吧 我们确实都很喜欢 然后金牌的话 我们不算是第一次 因为我们这算是继续是残联的四季赛的第二次金牌了 然后去年东京奥运会的话 我们也是个搭档是拿到了东京奥运会的冠军 所以说 拿到冠军 其实对我们来讲的话 在我们中国也就古话说嘛 打加上容易 手加上难 所以说 更多的 我觉得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继续保持初心吧 砥砺前行吧 打基础算一方面吧 打基础算一方面吧 其实更加更多的奠定的是我们通往巴黎的关键的第一步吧 我觉得是 因为像我决赛那天下水的时候 我们就特意往岸边看嘛 看到我们 祖国的红旗在岸边飘起的时候 其实那种 就是那种自豪感吧 然后这么多华人在这为我们支持 那种自豪感 那种自信心嘛 就是让我们 就是心里很踏实 然后很很很安心那种感觉 因为在海外嘛 这么这么远的距离 真的很难得看到有这么多华人在这一起 然后 然后当时我就跟我们大长说 我说你看 这么多华人在这支持我们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这场比赛赢得漂亮 打得打得精彩 开始的话 练体就是觉得我就想拿冠军 我想拿第一嘛 但是真正慢慢慢慢随着年龄增长的话 我的目标可能更加确认和坚信的话 就是我要在国际赛场上 就是在异国他想的话 去为祖国升级这位五星红旗 所以说这个目标和想法上 比较就是比较坚定的吧 对 其实虽然说它小众吧 但是现在像在我们国内的话 其实它是蛮多的 现在慢慢的很多 就是夏季啊 健身啊 去学校休息娱乐的话 其实还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 不念啊 不念啊 你们将现在听到中国的奋味 谙入名就是台湾 起来不愿我努力的门 把我们的血绕住着我们心里长长